经济跟政治当然大陆想把它分开 韩国也说经济一百分政治零分 结果后来他也承认了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那不是政治的表态吗 民进党当然就这样批评了 说你说一套做一套 我们看到吴宝春台湾面包师傅到上海去开店 他也希望从事经济 但是却被要求要表态 说我是以中国人为荣 我要承认这个九二共识等等 那变成一个单纯的面包师傅 也必须做政治表态 那所以看起来就是经济跟政治要完全分开 可能并不是这么容易 我觉得大陆现在当然要思考是 是不是还要在像2008年马英九字这时候 放这么多的陆克进来台湾 如果过去那2008年 都是造成一些特殊的政商的人士 或特殊的团体来获益 一般民众感受不到 他的一个外部利益跟获益的话 那如果还是重蹈覆辙的话 我认为太阳花学运可能还会再发生